在所有汽车品牌当中啊 领跑汽车呢 是为数不多采用增程 加纯电双技术路线的这么一个品牌 那经过多年的发展呢 也是推出了不少车型 那今天的主角啊 就是领跑汽车旗下第五款车型 领跑C10 那关于领跑C10呢 先介绍三个关键的信息 首先呢 它是基于领跑LEAP3.0平台打造的 集成化比较高 第二呢 就是它的定位呢 跟领跑的C11呢 是有一定区别的 第三呢 它依然有增程纯电 两种动力形式 接下来呢 看一下领跑C10的整个一个外观设计 相比于C11啊 C10的整个设计呢 要更加成熟稳重一些 它针对人群呢 也是普通的 有小孩的这种家庭 所以它在造型设计上面呢 要更加的成熟一些 可以看到这台车 前列采用了一个封闭式隔山设计 增程和纯电隔山设计呢 是相同的 这个呢 与领跑C11呢 是有一定区别 另外呢 车头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灯带 并且大灯的采用了LED光源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车头呢 采用了这种 四个泊车雷达 以及目视摄像头 车顶还配备了一颗激光雷达 所以它的驾驶辅助功能呢 应该是更高级一些 那不管是增程车 还是纯电动汽车 空气动力学呢 必须要考虑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在传统的雾灯区域呢 设置了一个巨大的导流槽 这个呢 可以为轮胎起到一个 很好的降温作用 侧面啊 有这么几个地方 需要重点提及一下 A柱下面呢 配备了类似于 哨兵模式的摄像头 其次呢 就是外后视镜上面 配备了NFC的钥匙 门把手 隐藏式设计 另外呢 这个车门呢 其实与领跑的C11呢 有一定区别 采用了有矿式设计 轮圈的样子呢 还是比较好看的 另外轮胎呢 来自邓路普 规格呢 是24545R20 尺寸也比较大 这台车的车身长度呢 达到了4739毫米 车身宽度呢 1900毫米 车身高度呢 1680毫米 轴距呢 是2825毫米 这个尺寸呢 其实与领跑的C11差不多 但是轴距小了近100毫米左右 车尾的设计啊 看起来板板正正 并且尾灯呢采用了贯穿式的设计 点亮之后啊 非常的醒目 另外尾门呢 采用了电动开启的方式 开启按钮呢 是在这儿 很隐蔽啊 打开之后 我们可以发现 尾门开启的速度 以及高度呢 其实也还行 后部箱的设计呢 很规整 容量呢 也比较大 另外呢 第二排的靠背呢 支持46比例放倒 放倒之后呢 其实略带一定角度 但是也不影响你放大件 领跑C10 整个内饰营造的氛围啊 非常的简约 全眼睛仪表 中枯台大屏呢 也是给到 科技化氛围 营造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整个中枯台上边的 纵工预料 也是相当的细致 大面积采用了这种皮革覆盖 摸上去啊 很舒服 方位盘的尺寸 大小适中 并且摸上去很舒服 还有就是 它支持四项可调 范围呢 也是比较大 能够迎合不同身材的驾驶员 中枯台下边设计呢 就更加的简单了 配备了无线充电 以及两个杯架 并且这个杯架带纤维器 所以你放水什么的 也不至于摇摇晃晃的 另外整个座椅的舒适度 我觉得坐的也是相当的出色 坐地儿 靠背都很柔软 并且坐地儿 靠背的材质 触摸上去 非常的舒服 有点像婴儿肌肤的感觉 作为一台面向家庭使用的SUV 整个后排的空间呢 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腿部空间 很宽裕 头部空间也是 后排呢 甚至可以轻松翘起昂腿 另外呢 就是由于它是基于 纯电平台打造的 所以后排地板中央 非常的平整 后排坐三个人 也是非常的轻松 后排的坐地出色度啊 跟前排一样 触摸上去 非常舒适 乘坐上去 感觉呢 也比较好 坐地儿 靠背 都很柔软 这台车 对于后排成员的照顾呢 我觉得也是相当的出色 你比如说 服务手箱后边 配备了两个常规的杯架 还有空调的出风口 下边呢 有充电电源 另外呢 最值得称赞的是 就是这个服务手箱后边 配备了一个巨大的杯架 有小孩的家庭啊 都知道 小朋友的水壶呢 都比较大 所以放在这儿呢 也是非常的方便 从定位来看 领跑C10呢 瞄准的是年轻的家庭用户 并且针对亲子的出行的场景 那现在市面主打的亲子出行呢 只有几乎的考拉 那相比于四座的几乎考拉 这一台领跑C10 是一个大五座的布局 实用性方面会更好 另外再加上增程 纯电 双动力的形式 给予用户更多的选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